今天中午12点左右 台北捷运淡水线在北投站往淡水方向 有铁片掉落到一铁轨上 导致列车延误了四分钟 经过我们查证 这个铁片是附近的民宅屋顶施工不慎掉落 除了立即通报捷运警察协助调查外 以对民宅的施工人员依照大众捷运法 画面上可以看到长达近七公尺的铁片出现在轨道上 北捷表示列车碰触之后越过障碍物 随后行控中心依照SOP指示列车慢速通过这个区域 并且派人前往处理 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没有旅客受伤 只是延误大约四分钟 事后北捷将列车送回机场检视 发现车头车下设备发射接收线圈 外观有多处刮痕 后续将追偿设备以及营运损失 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想要看到楚国最新的动态 赶快订阅华氏 不祝我们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